其實你們應該要為今天這件事感到高興才對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Ger 不相信大家都知道在這幾個月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新聞報道說 近年中國年輕人的收入率超過了20% 不是吧? 怎麼可能才行? 明明我上迷惑看的時候 中國年輕人的收入率是不斷下降的 有版給你們看,沒有騙你們的 再加上,我平時看一些外國青年 快要是韓國人的影片 大哥,他的影片不是這樣的 現在中國有多熱鬧,有多人上街消費 所以我不說你不知道 但你放心 同手無欺實事求是我教訓的宗主 所以真的沒辦法 大家都知道我心平是最欠人每刻中國 所以我今天打算拍一段影片 跟大家揭發一些假新聞 就讓我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究竟中國青年失業是否這麼誇張呢? 用數據證明給你們看 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根本不是20% 最後,我都會就一件事分享一下 我是個人看法的,OK? 好了,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沒有去換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再說多點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為了揭發網上各種假新聞 我特地走到中國國家統計局 看看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是否真的有這麼高 中國16-14歲人口城鎮調查 失業率是有21.3% 沒有理由 你們這群中國官員 究竟如何計算這20% 一定沒可能 是否你們要求太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發言人 他解釋到 中國就業的定義 就是指一個人在一個星期內 為了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 而工作一小時及以上 都屬於就業 不是吧? 即是 一個星期 做一個小時 就已經算是就業了 每個要求不是真的高成這樣吧? 那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 究竟其他國家的就業要求是怎樣的 可能別人都是這樣 美國就業最低要求 是一個星期要15小時 德國就業最低要求 亦是一個星期要15小時 而中國就只需要每個星期 一小時 給人家的要求 是有15倍 但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 都有20%多 就說真是 啊 他好像怪怪的 但又說不出什麼問題 沒錯 這些東西你不要當真 你也不要認真 那算了 再看下去 原來中國 他有一種叫做失業 還有另一種叫做非勞動力 而非勞動力 就是有些人 他不想工作 又或者是失去了勞動的能力 而一班人 是不會計算進去失業人口 不是吧 沒有工作意願 就不算是失業的了 就先看看 萬樂的資本主義美國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原來人家美國 都是跟中國一樣 是不會將一些非勞動的人口 納入去失業統計 但人家都有詳細列出 所有的計算方法 就是一個 如果要計算一些 一些本身不願意工作的人 究竟整體的失業率是有多高呢 又或者是一個 如果要計算不願意工作 又或者一直以來都找不到工作的人 究竟整體的失業率又有多高呢 反觀中國的統計數據 也沒有 所以經過我的調查之後 我所得出的結論就是 基於中國一個星期只需一小時 就代表是就業的要求 而且也沒有計算非勞動人口 也就是躺平的那些中國人 再加上 中國所顯示的數據 就只是計算了 即是中國城鎮入面的失業率 我可以很穩定地跟大家說一句 你們一群媒體所報導的 中國青年有21.3%的失業率 是假的 一定不僅21.3% 收費吧 騙人也用一下腦 對於近年中國青年失業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最近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 就已經宣佈要暫停發佈 有關中國青年失業率的數據 所以以後都不會存在 什麼中國青年失業問題 更何方就說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發言人 他也說到 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 總體穩定 那究竟什麼叫做 就業狀況總體穩定 就是 中國青年穩定地一起找工作 穩定地一起在家等面試通知 甚至是穩定地失業 那也算是就業狀況穩定 所以各位觀眾 真的不需要特別擔心他們 因為現在大部份的中國青年 都很穩定地做同一件事 難以說只有你一個做就有問題 但現在基本上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做 那有什麼問題 喂 你這樣說又好像是你對 關於這件事 其實我也沒有打算作出什麼回應 反而希望藉著這段影片 就想和一班中國青年打氣 對不起 轉一轉背景音樂 這個好像不太對 Action 我希望透過這段影片 就想為一班中國青年打氣 給他們更多正能量 讓他們可以樂觀地面對目前中國的生活 所以接下來 我將會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議 給一班中國青年 希望能夠幫到你們 OK 首先第一 我幾經辛苦 終於在網上找到一大堆中國工種給你們 希望能夠透過這段影片 推介給各位中國青年 讓你們人人有工做 人人有錢賺 人人都開心 是不是這樣說 小虎 我以前對你們還對我這麼好 首先第一份工作 飯堂阿姨兩名 55歲以下 55歲以下 也就是18歲都可以做 負責員工飯堂 打飯打菜 洗碗清潔 而每個小時有17元 每日做8小時 出勤30天 算一下也有三四千元 不對嗎 第二份就是 清潔大叔兩名 58歲以下 負責洗手間和工區清潔 每個小時17元 每日要8小時 出勤30天 還不對嗎 第三份 龍華電子廠 6元1小時 多個部門選擇 入職打卡門 7天獎勵500元 工資隨時發放 第一個夠彈性 而且還有獎金 你說哪裡玩才行 那怎麼辦 你們中國青年 想好了嗎 準備選擇嗎 什麼 都還未適合心 你說你扮演 又是麻糞飯 你真的 腰頭不要那麼高 行不行 你失業 你什麼都要做一下 那些牛山仔 不行 想當年 我30年前 又是一樣在街上扭螺 扭到我的手指都粗了 一句抱怨的話 都沒有說過 所以你們中國年輕人 做人 就要踏實地才行 說實話 真的不是報名 是呀 拜託 到時候被人搶走了 我真的幫不到你 知道嗎 然後怎樣我已經決定了 決定怎樣 做生意就預先我 做我指貞那批 是嗎 這狗角色的時候很適合你的 第二我想說的是 你們一班中國年輕人 其實都不需要對於失業這個問題 那麼灰心 那麼絕望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想的話 其實你們應該要為今天這件事 感到高興才對 你們明明是不斷抵制外資的引入 又在罵人家美國佬 又說人家慢樂的資本主義 又說要抵制日本貨 那你們現在得償所願 很多你們不喜歡的外資都慢慢撤出中國 那你說是不是要康奔慶祝呢 是不是呀 即將來是2019年 你們中國人最討厭的藍行 裡面有一個品牌 Samsung 就關閉了在惠州工廠 到2020年 就是你們中國人經常 認識別人落後的英國 一個連鎖超市 Tesco 正式宣布退出中國市場 到2021年 就是你們中國人 口中所說要抵制的 那些日產貨 Toshiba 就關閉大連最後一間工廠 根據《人民日報》所說 這些外資企業 原本是可以為中國 帶動4000萬人就業 所以你們一群中國年輕人 不要不開心 乖 這些是你們自己爭取回來的 你們這麼討厭一些外資 人家就走了 街頭搬起 這些簡直是要慶祝 乾杯 這些是你應得 不會越來越去才行 第三 如果你聽完我上述所說的 都覺得是沒用的話 那沒辦法 這一招很簡單 你只需要在網上 隨便打其他國家的青年失業率 就像台灣 你看看 台灣的青年失業率 都是有10%多的 所以當你看完台灣的青年失業 情況是這樣之後 是不是心裡覺得舒服一點 但是你不要問我 為何台灣和中國的青年失業率 是分開計的 又或者是去看一些愛國青年的影片 當你看看幾個時候 就慢慢忘記現實中所成 就會痛苦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透過以上各種建議 真的能夠令到你們一班中國青年 可以樂觀些 開心些 笑多些 如果你們聽完之後 都依然笑不出的話 我唯有就說 不知道我吃屁啦 好了 今天就在這裡 今次一條影片 核夠了正能量 又給了很多意見給你們中國年輕人 甚至是嘗試幫你們找工作 所以你們一班中國小朋友 不要再在這裡冤枉我 說我經常罵中國 甚至是沒黑你們 在這裡 我都希望這麼多位觀眾 尤其是香港的觀眾 真的不要笑他們 我們又有什麼資格笑呢 我們一個月就只賺幾百元 香港人 所以大家要記住 這一班人 是我們的知識父母 我們不可以笑他們 OK 叫聲龍耳哥 龍耳哥 最後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 為何呢 就向各位觀眾 亦不妨在下面留言打分 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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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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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拜拜